新增了22,559位 本土的病例 那這比起在之前一天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比起上個禮拜五 我們宣布的數目 來的有一個小幅度的增加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是260位 比昨天來的 比較低 少了一點點 那死亡的個案數有32個 跟我們之前一天 34個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我們這個輝瑞BNT的這個 幼兒劑型的疫苗 那麼第一批採購是127.68萬劑 那已經在 今天早上的這個11點15分抵臺 那接下來我們會去做這個封簽檢驗的 這個動作 那等到完成之後 就會發放 到這個地方政府 那提供給這個民眾施打 想請問疫苗採購價格和會議資料 衛福部認定是國家機密要存封30年 那請問認定的依據是什麼 那絕對機密的定義是洩漏會危及國家安全 那請問衛福部認定疫苗採購價格會危及 國安嗎 謝謝 我想 我想我們所有的政府單位包括指揮中心 都是依法行政 那我們在依法行政之下 我們的跟人家的簽約也都是依照合約去辦理 我們是法制的國家 那依據的都是法律 那至於說 有沒有危害到國家機密 這也是這是另外的考量 那我想我們都有這個法律的根據在 那也我們的施政 我們的這個作為也都受到立法院的監督